大家好,我是小杜 俗话说,颜值就是战力 对于海陆空三军的装备而言 涂装非常关键 武器的涂装不仅仅起到美观 还可以做到引真试假、可视性 适应机种任务、反射日光辐射等等使用能力 我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涂装却经常被吐槽,颜值不够 不过最近中国空军战机涂装似乎要大变样 还引起了俄罗斯人的注意 据军报报道称 空军正式颁发空军飞机涂装及标志喷涂规定 目的是将全军作战飞机换装低可视度涂装 全面向实战靠拢 该规定花费了大量时间调研 并参考了各空军大国的涂装和标志特点 并且充分听取了空军、海航和陆航方面的意见 一般而言 飞机涂装采用的都是高新技术的特种材料 每个部位的涂料都不同 包括隐身涂料、耐高温涂料、耐油涂料、抗晶电涂料 耐磨防滑涂料等等 除了涂装外 标志也需要改变 此外还有飞机兑灰等 这些都将进行低可视化涂装 在上世纪60年代 我国空军对涂装没有什么研究 歼6战机机头、机翼、尾翼 甚至挂弹上都直接喷上红色油漆 歼7、歼8这样的三代机 一般都是最简单的白色涂装 直到我们引进了苏二七战机 才了解到四代机的涂装特点 不过也只是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 根据峨媒报道称 特殊涂料降低飞机光学信号是全球的趋势 美国也同样努力让飞机适应环境 目前中国空军中最明显采用 低可视度涂装风格的战机 就是歼16 效果似乎很好 才促使这次规定的颁布 报道指出 一旦更换涂装 将为中国空军战机、轰炸机、运输机 和特种飞机等都带来战斗优势 而且涂装似乎对外售也有影响 骁龙战机在巴基坦的涂装 就感觉既高大上又有战斗力 对此 有俄罗斯网友评价 更换涂装是非常明智的举动 这表明中国空军开始要向实战靠拢了 他们真的要开战了吗 虽说涂装不是很复杂的技术 但作为世界空军文化之一 很可能会允许不同部队、飞行员 对战机做低可视度的个性化涂装 希望在空军全部换装新涂装后 陆军、蓝金陵海军陆战队 也能尽快安排上 感谢收看领导